这来送我朋友的 他在这里乘高铁然后出游 别的地方还目前还没有见过 这是第一次看见 觉得这个东西蛮新奇的吧 因为之前接触到求职的话 是学校专场招聘会 或者说是在一些人才市场 然后今天看到这种能自己一个人 然后通过这种求职机器 进行一个职业的查看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东西 这个的话是通过一些职位的方向的选择 以及薪资的区间来选择感兴趣的岗位 然后可以直接通过支付宝的系统 扫脸认证进行一个报名 那之后的话 他也会通过后台 发送一个报名信息的链接 完成这个表格信息之后呢 就可以投递到企业中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基站到达层 这些人里有密集处 也可以投放这个机器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去使用它 第一批呢 是先在秦岛放置了两台 那之后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出租车厂东西两侧 也放置了求职机 到目前为止的话 已经有八千多份简历投递完成了 有很多就是可能在这个附近接送人的 在等待的过程中 也会对这个机器产生好奇 以及路过的旅客 也会想去点击尝试一下 谢谢大家